坚强 我觉得你是那种 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的女人 那么让她离开吧 没什么好可惜的 她这么容易就对你放心 根本不合逻辑 爱一个人 本来就应该要放不下这个人 生命中发生的事 不管多么细微 都是来成就你的 不负责任的家人 和你翻脸的友人 带泪离去的恋人 不被理解的苦痛 没人倾诉的无奈 不得不然的坚强 是这些事情的发生 让你一渐渐 慢慢地学会了长大 你从一开始地缓缓不安 然后在某个时刻 学会了从容 我是爱丽 这是我的作品集 没有人应该坚强一辈子 越知文化发行